美國國務卿克里星期四將會在巴黎會見約旦、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聯合遊長國的外長 繼續努力解決伊拉克危機問題 美國國務院說會談內容將會包括伊拉克安全局勢及其輪郭敘利亞的內戰問題 美國官員一直呼籲伊拉克建立一個包容順尼派和富裕得少數民族的政府 目前伊拉克正在應對順尼派伊斯蘭激進分子的進攻 但克里在星期三說美國不會干預巴格達的政治進程 克里說他們要記住伊拉克與黎凡特伊斯蘭國是恐怖主義武裝組織 他們不單止威脅到伊拉克 而且威脅到中東地區反對他們的每一個國家 威脅到歐洲和美國 要打贏這一場戰鬥 伊拉克人必須最終團結起來 組成一個包容性的政府 聯合國駐伊拉克特別代表 毛拉登諾夫認為國際社會在解決伊拉克危機方面有很大的影響力 伊拉克領導人表示將會在7月1日最後期限之前 開始組建選舉後的政府 伊拉克總理馬利基拒絕組建一個緊急狀態政府 表示此舉將會違反伊拉克的憲法 而且不符合4月30日國會選舉的結果 跳 тоже總 무 opinion glue consumer 右邊 右邊 右可 右邊 右邊 左邊 感谢观看